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山虹 山虹 黄哲 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我 我都听见了 这回你相信了吗 好 这 这都是误会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山虹和马六没有任何关系 马六上里那儿去闹 那传出他个人机会 至于他说什么 我们管不着 你别把屎盆子往我归里头扔扣 是是 这 这全是误判 误判 你给我记住了 鸡风枝尽草 烈火见真金 我们脑身就没有背后高轨的门风 我知道了 您老千万别生气 我犯不认跟你生气 你既然已经王不迟称驼铁了心了 咱没什么好说的了 行啊 君子绝交 不带骂大街的 以后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挂了 妈 您先别挂 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有话说有批方 妈 我上次 找沈红说的那些话 都在气头上 我向沈红道歉 也向您道歉 我上当了 那天 那天马六跑来找我 我心情正不好 您可 别往心里去啊 你心情有什么不好的呀 您情场得意 您马上每个资格带着李刚才去分婚去了 我们沈红一点麻烦都没给你找 你还想咋着呀你 妈 您别说气话 我知道我对不起沈红 可我想解释一下 我离开沈红 是认真考虑过的 我前妻 是因为我妈在中间瞎搅和 才跟我离得婚 她当初也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其实我们俩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我心里一直有她 你想 就算我勉强维持和沈红的婚姻 这对沈红公平吗 这沈红也应该有一个全心全意爱她 呵护她 疼她的男人 我希望把沈红的伤害降到最低点 我真的希望她幸福 这就是我当初 那么痛快把房子给她的原因 沈红是个好女人 好妻子 只是我没有缘分 妈 您能信我的话吗 信不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是啊 你有人疼了 你幸福了 你幸福去吧 甭管沈红 你说一千道一万 你不还是离婚吗 少跟我扯啊 少跟我扯这个力根呢 好了 你们可以走了 那就谢谢你了 沈红 沈红 我想跟你道个歉 那天你前夫马力军她 别提她 我不想听 你赶紧赴婚去吧 我看她对你还是挺在乎的呀 你先吃萝卜蛋操心了 我告诉你甭跟我提她 一提她我就感到恶心 你快走吧 真的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不就离了婚吗 多大的事 我还白得了一套房子 没亏 放我吧 身后没跟你闹吧 没有 那快点吧 快到咱们登记的号了 我怕她跟她妈又耍什么幺蛾子 这俩小市民 算了 她也不容易 她还不容易啊 白得了一套房产 按法律上来说 你们俩离婚房产是一人一半的 就算你复婚 她也应该给你三分之一吧 方方 好 咱俩复婚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 看来 以后这小市民不能沾 太自私 太算计了 走吧 站住 你说谁呢 谁自私 谁算计 黄哲跟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我习得骚扰你 黄哲 忙着办夫婚手心的吧 对啊 您找我有事啊 有事 跟我来一下 你现在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干吗呀 去哪儿啊 你管干吗呢 你管去哪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 黄哲去不去 方 方 我去一下 算了去吧 算了去吧 好 我马上回来 请进 同志啊 你好 我进你这个地儿说点事行吗 行 别太长时间了 不会太长了 谢谢你啊 是 您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就这意思 看好了啊 五十万 我把你和深红的那房子给卖了 卖房合同 看好钱数 这房子是你们结婚之后买的 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按法律规定呢 一人一半 不多不少 正好卖了一百万 你数数吧 这是你那五十万 黄哲啊 我没你们知识分子心耳朵 可是我们做人做事干净硬气 不是说好这房子归深红吗 那是我跟你赌气呢 谁吸得要你那破房子 我老太太就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人 我告诉你 我的原则是 是我的钱 一分都不能少我 不是我的钱 你给我一百万我都不吸得要 我就是要以德夫人 知道吗 要不我拿一半啊 好 干吗拿一半啊 拿一半算怎么档子事啊 你有错了 你有了第三者 我猴你 我骂你 这都是应该的 可我绝不讹你 知道吗 你们知识分子讲理啊 我们工人阶级更讲理 至于谁是小市民 你和李干回家自己琢磨去 走 来 拿手条 桌子牛逼 来 给你 赵阿姨 这改口改得挺快呀 都赵阿姨了 叫赵阿姨有什么事啊 不是 我是说 您能把这个袋子借我拥有 你看这么多钱 要不然我没法拿呀 不借 钱是你的 袋子是我的 我说了算 黄哥 咱俩两清了啊 这辈子你给我记住了 是你有第三者 你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沈红是好样的 沈红他妈更是好样的 吃饭还得等一会儿我犯了个错误 咋了 电饭包那件怎么按下去了 您那么抠门 您把那五十万给了黄哲不心疼吗 钱谁不心疼啊 但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我就是要让那个黄哲和他贤妻明白 我们是啊明明白白离婚 堂堂正正做人 妈 那个 我过几天要跟旅友们出去拍戏照片 去吧 出去散散心 这你说一天 一个马六 一个黄哲 轮晃着在眼前晃 甭说你啊 要我我也得烦 散散心去吧 我只想要你 你只是一眼 要把胶放在外面 你可能会把胶放在外面 你生常做的 你不想要你 你再说一天 你不能带来 你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你 不会把胶放在外面 那种 你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你 你不想要我 你不想要你 你好 你好 我叫梁浦 我第一次参加等谈子里的李友活动 我是新手 您是老队员吗 我叫沈宏 你好 你这器材够专业的 你这器材够专业的 我这是业余的 来的时候坐你斜对面 我叫沈宏 你还记得过 我看你朝这边来了 我就跟过来了 你这叫丁梢吗 什么叫丁梢啊 我这虚心向你请教 你看 我这不是新手吗 我也不会拍照片啊 我也不知道哪是景 所以啊 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这没错我跟你学 我一会儿想到山的那边去拍去 那我陪着你去啊 我可以给你帮忙背着包什么的 不用不用你真是 你不用那么沉 真的真的不用了 是是 你别客气 那就谢谢了啊 应该的 走吧 申嵐 申嵐 你别走 你别缠着我 说多少次了听不懂吗你 我怎么解释你才听 我跟那对俩男没关系 你是我女朋友 我当不了你女朋友 咱们是小市民 孙岚 那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的 不需要证明 谁稀罕你证明啊 对我说你这儿还要是最有限的 我说你还要是最有限的 你还要是最有限的 你还要是最有限的 叔叔挺想你的 我建议咱们还是一起回去 看看他老人家吧 我现在有事回不去 好 那我就自己回去看他 我就说你在公司加班吧 好 申嵐 答应人家的事自己要清楚 不能做下散烂的事 对吧 有时间去给头发做做保养吧 头发都开叹了 申嵐 申嵐 申嵐你别生气 我爱你 我不爱你行吗 不行 我知道你爱我 申嵐 那我送你回家 你不怕我妈揍你吗 不怕 这都过去五分钟了 申嵐和梁浦怎么还没来 下午看见申嵐和梁浦 他们朝山里面走去了 啊 这山里太阳落得快 太阳一落立刻就没光了 他们不会迷路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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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嵐 啊 这么好的 你还有事吗 要是没事的话 赶紧到你爸那儿去 人家还等着你呢 是吧 大家都别担心了 我已经给附近的 派水水报案了 警察这就来 天要黑了 这里温差太大 他们要是找不到 咱们的话 这一宿可悬了 给盛红梁普他们家 打电话了吗 已经通知盛红妈了 梁普六的应急电话 就是他本人手机 打不通 真挤人 别挤了 现在我们也只能 等警察来了 一分队 怎么样发现 二分队 没有发现 三分队 没有发现 现在啊 已经有三个小分队 在搜山了 咱们抓紧时间 也图成一个小队进山 一定要在半夜前 找到这两个人 是 是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警 警察同志 我女儿找到了吗 您是 我是身红的吗 我是身红的丈夫 以前的 阿姨啊 您甭着急 我们已经有三个小分队 在山里了 我女儿丢着大山里 我能不着急吗 我 阿姨 您听我说 现在啊 跟她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男的 所以啊 他们现在是两个人 有一男的跟她在一起 是啊 一个男的跟女的 在这山里头 谁啊 警察同志 一会儿你找到他们的时候 你别让他走啊 我看看这男的是谁 据我们了解到的啊 这两个人啊 是可能到山里边 找景点拍照 玩上迷失了方向 您放心 我马上就进山了 您在这儿等着就行 不不 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阿姨 您看 您看 您 您这去了 我们是找人的 还是照顾您的 对对对 您就别添乱了 那个 您 您别马上乱跑了 我跟警察同志 找去就行 行 警察同志咱走 好 走吧 马六 马六 有打火机吗 打 打火机有啊 快快 您要他干吗 你别管 你别管 您放心吧 有我呢 我跟警察同志找去 您放心丢不了 哎呀 你快走吧 你话这么密 快点 您别把人乱跑啊 警察同志在这儿 走 哎呀 对咱们运气好呀 喂 是啊 应该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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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跑哪儿去了 这你瞎跑什么 我们都快急死呢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他把你带沟里的 什么呀 我们摄影小分 对我们出来摄影的 那摄什么影呢 他黑龙瞎还你摄什么 我看你是摄迷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媳妇 马六 胡说什么呀你 帮打理他 他有神经病 谁有神经病 不是他刚有点儿还 你 你怎么 怎么又出来 都没大灰狼 怎么说话呢你 不是 你哪儿呢 你到我 你哪儿呢 那是怎么了 怎么冒烟了 是着火了吧 三号 三号 我是三号 请讲 请讲 山底下发现火警 我们已到达现场 现在那边什么情况呀 一个老年妇女 将枯枝树也点燃 我们已经将她 带到派出所 进行审查 完毕 好了 明白了 放了这半天的火了 别够累的 您先喝点水吧 您不会告诉我 您在学战国的 风火狼烟 跟你女儿做导航吧 你说对了 我就这意思 那树林子那么大 就你们这几个人 拽一个礼拜 你也拽不完呢 最后就想起这种方法了 再说了 我 我可不是放火 我那是熬烟 没有明火 为了给我女儿一个信号 您老解释呢 没有用 我们给现场拍了照片 还录着像 这座山里任何人 不能以任何理由放火 按规定您要接受处罚 如果您对处罚有意 我可以告诉您 我们领导的电话 您可以投诉和复议 我接受处罚 罚多少 按规定你罚款五千 妈 妈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您 您也没事啊 我 我没事啊 可吓死我了 我们以为您要给抓起来了 你盼我点好 行不行啊你 是 阿姨 您好 这小伙子就是 跟你一块丢的那个 那什么眼神还小伙子 这都五十多了 别听着了 阿姨 我今天四十二 说狗的 妈 她叫梁浦 梁浦 四十二 不像 像三十二 阿姨 你们先把罚款叫了吧 待会儿回去再捞吧 沈宏啊 你还得回家去拿趟钱 我为了给你个信号吧 我放着一堆火 这堆火可值了银子了 五千块 那 那没事 那个 我开车回家拿去 等着我啊 我开车 换钱 阿姨 我这有现金 早上刚来的 正好五千 阿姨 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 您这不为了救生红吗 您拿着拿着 我给您听我说 您呀 为了救闺女放火 这不含着 该咋地咋地 对对 您听了 您就拿着吧 算他给我垫上呢 晚上你把电话给我 明天我开车给你送去 哎呀 马六 别困心事行吗 阿姨 您先给我做个笔录 罚款呢 我们有专人处理 然后呢 你们没事就出去吧 好 行 你们都出去吧 哎 医生 这橘子可甜了 上火吃不了橘子 怎么着了 什么怎么着了 你跟那申子啊怎么着了 这申子他妈太补东西 这没结婚那赵慧玲就要房 我看他就没安好心眼 我跟你爸呀 就怕你以后吃亏 我吃什么亏啊 人家骗你房 我跟你说多少遍 那是他妈的事 跟申子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她的闺女她向着 我向着你啊 我真没看出来 您是向着我呢 这申子妈嫌咱房子不好 她聘闺女 她嫌咱房子不好 她怎么不说 给闺女陪送一套房啊 还惦记咱们的房 她这么争她为谁啊 这不就为申子吗 这还没结婚呢 就动咱们家房子心眼 是过日子人吗 不是人家有完没完啊 你爸说啊 你要实在是想结婚的话 这婚我不结了 行了 爸 竹一山那你别再善杆子了啊 我已经同意你下嫁了 那老朱家 要再不同意我说的 把房本改你的名字 因为这个 竹一山娶不上你 那说明这小子没服气 要怪就怪他妈刘雨娥 爸 您都老到八百遍了 有完没完啊 那大不了我就不嫁了呗 你胡说 该嫁就得嫁 谁对咱好 谁让咱过好日子 咱就嫁一身 我看追山对申子不错呀 挺听申子话的 他就是一窝囊废 他嘴上说得好 一到具体事吧 他就保护不了自己媳妇 你说那怎么行啊 他又真爱申子 你想想啊 他们家就他一个儿子 这东西早晚不都是他的呀 那写上儿媳妇名就怎么了 这不行 我告诉你这刘一哥 他算你的才好呢 他吧就想啊 一毛不拔把媳妇娶来了 然后呢 将来要一离了婚的 让我们净身出户 这多鸡贼的 行 房本不改也行 让朱一山到我家里 我家里的 妈 你刚才那话有点过啊 本来就是嘛 琴玉 åp 老板 公司 作词 麻烦 执青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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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老板 你别折磨我了好吗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姐等我睡觉呢 就这样啊 拜拜 拜拜 反正 二姐 还是你再喊你有手段 佩服 行了啊 别绷着了啊 我看这样有点悬 现在哪个有条件男人身边 没有几个女朋友啊 别到时候弄得鸡飞蛋打的 还主动和好吧 得了吧 如果她不爱我 我怎么主动也没用啊 她要是爱我 自然会选择我 二姐说得有道理 别说我了 你跟那个朱一山订婚的事 竟然怎么样了 咱妈跟朱一山的妈 给杠上了 咱妈非得让朱一山的妈 把我的名字写在他们家的房本上 我看咱妈这招有道理啊 什么有道理 妈不讲理 我跟朱一山日子好好过不就完了吗 这房子有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吧 这房子有也行 没有展示也可以 但最重要的是 她爱不爱你 嗯 你们啊 太幼稚了 别看咱妈有的时候胡来 但是咱妈的想法不会让人忐忑 咱妈是一个智商不低 情商不高的人 什么矮的死去活来啊 那都是瞎扯 我才不信呢 大姐 我怎么觉得你还爱着马六呢 这个人已经从我的脑袋里消失了 我看不像 我觉着像 爱之深 恨之切 少来 这 我算是活明白了 什么爱不爱 谁爱谁啊 要自己爱自己 要让自己在爱情里 先幸福了 享受了 再说 大姐 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 我要是你啊 我就主动去找马六 人生就这么多年 应该爱我所爱吧 我现在啊 就想一个人过 谁也不想找 挺好的 来 吃饺子啊 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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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头一眼看见这个生子 我记得我就跟你说过 这丫头长得太漂亮了 跟衣衫不合适 你 你 你还向人家说话 漂亮姑娘 不一定 心眼不好 现在怎么着了 找媳妇的长相有那么重要吗 她能干 贤惠 孝顺 这才重要 你跟家里搁一腰脚 成天提一跳的 那日子能过吗 你看你 你 你怎么又埋上我了 那衣衫和身子谈恋爱 你以为你能拦得住啊 现在不是解放钱了 这包办不好使 我提醒你啊 这年轻人搞对象 你要是愣拦着 你信不信 他敢跟你翻脸成仇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 你 你要能站得住 你小丫头骗子 能跟咱们家兴风作浪吗 你要挣钱多 能那么多人住这没小屋子吗 你 你现在说这话了 你怎么不说 当初我要是没娶你 你现在还在留下坎呢 他他他他 你是跟我进的北京城 到现在倒不知足了 我是短了你吃 短了你喝了 你短了儿子的了 他他他他他 现在的年轻人光想着不劳而获 凭什么他们结婚就得住大房子里啊 我跟你在集体宿舍 咱们挤了多少年呢 不也是四十大挤了 才分那么一套房子吗 凭什么他们二十浪当岁 就得万事俱备啊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不是每天都看报纸看电视吗 那报纸人都说了丈夫娘决定藏家 你没房子人就不把闺女给你 你现在你跟我闹了 那申子他妈让依山和申子住他那儿的时候 我看你呀是一点都不怕人家不把姑娘给你 你能治呢你 我这琢磨不透 这个身子有什么好 这要搁咱们老家 他婆娘都不要这样的 瘦子跟小鸡子似的 不像个能生养的样 那你上你们留家坎给依山学们一个去 你看他要不要 怎么都进城好几十年了 一点见识都不长啊 城里姑娘不幸榜大妖元的 我知道 我懂 我怎么养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上辈子我欠他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 我也说不准哪 我这 你 你给爸爸卖 你觉得他跟申子这 这俩人能好得尝吗 这我还真说不准 现在的年轻人呢 他办事不靠谱 你看看前两天 依山跟申子挠别扭那时候 你瞅他那难受劲 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咱们呀 劝归劝 宁归宁 还得呀有点分寸 这个依山和申子 真的吹了 以后依山找一个比申子好的 那还好说 要是找不到 他这辈子非恨上你不可 那行 那咱们俩就乖乖的投降 投降 不能说投降 什么叫投降啊 你别着急 扳回一城的机会还是有的 我说啊 何必论一时之短长呢 我就是劝你 别因笑失大 毁了孩子们一辈子的幸福 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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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念我 我假不假式的 我都管了你们的幸福了 怎么没有人问问我幸不幸福 赵慧玲那老妖精 她要知道是这么个结果 她不定怎么偷着乐呢 她得了逞了可是 这谁呀 砸门 你怎么过来了 你让我进去再说吧 对对对 请进 我是不是得换双鞋呀 别人来就换 你就免了吧 坐坐坐 坐下 你怎么我今天来啊 我一会儿要跟你说 先别说 喝点什么 我们家有咖啡饮料茶 喝哪个 白水 别 那白水太好打发了 来碗双皮奶 双皮奶 什么奶 什么奶 不 要是太麻烦可就算了 不麻烦 来 冰箱里 来 尝尝尝怎么样 好喝吗 好喝真甜 好喝多喝点啊 冰箱里有的是 不用这碗都喝不完 好喝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上回咱俩见面 你可不是这态度啊 是吗 你做了吧 我这人一贯都这样 算了吧 过去一事咱不提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儿女亲家呀 是不是 要把眼光往远了看 风不长一缝也凉 你这里是装的什么呀 还不好意思跟我说 装的什么告诉我 好本 什么 大点声没听清 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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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房本干嘛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过来就是要跟你说 身子的事我答应了 身子什么事啊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啊你 不是 真的 身子什么事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这上面不写身子的名 你不不同意吗 我也想了一下 不是身子要是嫁过来呀 就是我们老朱家的人 这都是一家人了 这写不写明的 其实就是一形式 您是做母亲的 我也是当妈的 您为您闺女想 我为我儿子考虑 没有谁对错 只要这俩孩子愿意在一块 愿意在一块好好过日子 那是最重要的 你瞧你一脸严肃劲 我发现啊 您是一点玩笑都开不得呀 什么开玩笑啊 来我看看 看看你们家 这房本长什么样 猪泉 不错呀这格局 中规中矩的 你看没有糟蹋地 这分的房子这样真不错 这确实不错 身子要哪屋啊 一室一厅 你这是卧室大呀 还是客厅大呀 卧室大 卧室大 行了 我明白了 就那个最大的那间卧室 归身子 你呀 我说你呀你 你简直你 我也 你拿回去吧 谁喜得要你们家房子 身子的名字不用写房本上 你说什么呢 我再重复一遍 身子的名字不用写在房本上 不是你这都是为什么呀你这 为什么呀 这房子又不是朱一山和身子的 死证来的 我凭什么要你和老朱的房子 不是上回你说的吗 你说身子的名字不写在这房本上 你不答应闺女跟我们嫁过来呀 我考验你呢 连考验都看不出来呀 你说你 我在解放前搞地下党 你经受不出考验你就是叛徒 你怎么能这样 咱心鸣即合地说 你替你儿子考虑没有错 我替我闺女考虑也没有错 我把我闺女嫁到你们家 我没什么更高的要求啊 我就希望我闺女住得宽敞一些 大一些你都不同意 你在那儿跟我大吵大闹的 你说你做得对吗 那不一定 那我不能不让我们儿子为了娶媳妇 我们什么都搭进去 再说再说我可收回了 我不说了 咱们哪都是上年纪的人哪 这观念旧老 知道吗 看问题呀 要发展着看 你不能握手沉坤一沉不变哪 你说不说得就对 你说什么就是就是什么吧 你这才对呢 我就要你这个态度 你这才是好亲家哪 你呀 还是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什么 丁是丁 毛是毛 是我的钱 一分都不能少我的 不是我的钱 你摆在这一百万 我不带药的 别打开的 怎么了 你这缺德你 甭客气 房子的事送过去了 你们老两口啊 愿意住在楼下委屈着 那我就由着你们 啥时候扛不住了受不了那委屈 知一声 我们家这大门永远为你们家敞开着 好不好 好 好啊 好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你说吧 我女儿这个婚礼 你必须得给我办得风风光光 废话 那也是我儿子的婚礼 你喝奶吧你 好吃这个